呃 大家好 我是石头 我现在的话在湖南匈唐寺 呃 在这个匈唐寺的话 就一个非常出名的地方 叫做那个匈唐梦框 呃 好像是赫林镇 呃 就是现在我我站在这个地方啊 我站在这个地方的话 以前的话 这个一大片的话 都属于属于露天梦框 梦框石的话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那个 这个战略物资嘛 是吧 呃 这个凶塔梦框的话 据说是从清朝的时候就开始挖掘了 呃 然后清朝一直挖到民国啊 康乐真正时期 一直挖到现代 呃 现在的话就是 应该是枝眼枯竭 完毕了嘛 是吧 呃 现在这边的话就成为那个 梦框公园嘛 呃 在康乐真正的时候 就是这个凶塔凶塔梦框啊 呃 还有日本人来这边挖矿啊 因为当时是被日本人占领了嘛 是吧 日本人这边挖走了很多的这个梦框 呃 一起来这个 这边转一转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梦框遗址 我从山顶上看下去的话 看到这个底下很多工厂啊 你看那些工厂的话都冒走烟 呃 不知道是什么厂 呃 不知道是不是就是梦框厂啊 是干什么的就搞不清楚了 你看一下 哇 非常多的烟啊 这那边冒走 哇 蒸汽啊 是什么 来我查资料的话 这一片的山的话 都是属于露天 梦框山 来到处转一转看一下 这个凶塔梦框的话非常聪明啊 呃 就这个河林镇啊 但是现在的话就是没没有框出了嘛 是吧 这里有一条小路精气的 他现在把它建成为矿山公园嘛 进去看一下 哇 这里路堵掉了 他原来的那个矿井不知道在哪里 是不是这边下气我就搞不清楚了 跑下来的话这一头的话也是堵掉了 你看一下 然后底下的话也是工厂 不知是什么工厂 一直在呜呜呜呜呜呜叫 你看一下 呃 这边就不下去了 他从那一头挽过去看一下 重新倒上去 这一边的哇 这个山顶上你看 尖了一个这个 不知道做什么了 你看一下 像碉堡一样圆圆的 是不是 从这边穿过去看一下 哇 又下雨了 所以气候很不好 天气又冷了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这个这个 房子不知道干什么 它切的严严的 你看一下 是 还有水管 会不会是 会不会是稀碎池 那里面会不会脏的是水 两个很大 你看一下 有管子 这个在跟管子的话 荒废掉了 呃 这边下雨的话 是那个一个小镇 就是那个 凶塔梦框的一个小镇 好像是叫鹤岭镇嘛 到底下小镇去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矿气小镇是怎么样的 这一头看下去的话 你看它就建了一个那个公园很大嘛 我网上看的资料的话 这个公园的话就是以前就是所谓 露天梦框 它就是挖梦框的地方 因为现在挖没有框了的话 它就是 呃 哪来种上草啊 树木啊是吧 拿来栗化了 拿到这边的话 你看就是工厂 这个工厂的话就搞不清楚是什么工厂的 反正就呼噜呼噜一直在想 你看一下 不知是什么厂的 一直在想 不知是什么厂的 啊 找到别的地方看一下 呃 从那个山上跑下来的吧 你看这三角下来 是老房子 这房子非常的老 哇 还写着什么 红旗撑啊 你看一下 红旗撑啊 这些房子有人揍了 你看 衣服都怪这里 红旗撑 你看看 矿旗里面的那个 住户嘛 这个房子以前住的肯定都是矿旗的功能 是吧 红旗撑 五十五栋 你看上面字都含有 当好工期 当五号工期而奋斗 五号 就像那个读书那时三号协三一样是吧 五号 他是五号 这个是 高级毛泽东思想红旗 他写后面也不知道是什么了 这小镇上的都是老房子 你看一下 两边都是老房子 但是中间开的这一条公路 非常的大 是吧 这一条公路 又是什么 红旗撑 真的是红旗撑 你看一下 太老了 这房子 到小镇上去看一下 转一下 全部都是老房子 非常的老这些房子 你看一下 是吧 这些房子一看就是以前功能做的房子 是吧 现在还是坐满了人嘛 这些都应该是矿山的小鸡嘛 这个胸膛梦框的话是属于国有的嘛 是吧 所以以前在梦框上班的那些功能的话 肯定是很牛逼的 是 这里面应该剩下来都是一些老人吧 是 这边的都拆掉了 这边的都拆掉了 雞杂巴啊 哇 这棵大人 这个那个 风香射 呃 这个小镇啊是挺大的 你看你看是吧 雖然這個鄭中的房子大部分都是老房子 但是這個小鎮 小鎮不小了 夢成回憶啊 沒有夢況了 真的成為一種回憶了嘛是 小店鎮 小小店鎮 這小店鎮就賣一些菸啊酒啊 很小的店鎮 這房子挺老的 看一下 真的老房子 這鎮上大部分都是老房子的 是啊 雄子雖然老是老 但是這個小鎮 呃有點大 賣衣服的 這裡面進階全部都是賣衣服的 衣服 襪子 一 面 和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边好像一个市场 这市场没什么冷 里面还有一个钩舞厅啊 看一下 烧烤 麻辣烫 不知道这个是白天没了 是晚上才有开的 就是倒闭掉了也搞不清楚 过天一刻 很凄凉啊 这边应该是搞夜宵的 一个人都见不着 中间 中间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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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烤 我應該有點爽爹 家裡都有舊衣服 谢谢大家